如今,一个捷径零,甚至负数值的利率环境成了新常态 全球央行所推行的政策宽松更加强调了这个趋势 欧洲央行把隔夜存款利率从负0.4%下调至负0.5%的新低点 美国联储局也最近实行了今年度第二次的政策利率下调 我们正处于一个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 付回报利率债券的数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同时,总价值也涨到了全球债市的25% 所以,投资人这个季度最关注的问题围绕在 全球大量的储蓄应该往哪个方向布局以争取正面的回报 对于机构基金而言,如主权财富、养老金、保险和捐赠投资组合等等 我们认为除了专注在股票以外,也没有太大的其他选择 除非发生全面性的贸易冲突 现有整体资金面转移到股票的持续性 会是我们对股票前景保持乐观的原因之一 这个季度,我们建议继续以杠铃策略来整合您的投资组合 主要在两方面维持高位权重 首先是创收型资产 这涵盖了逐渐成为内债券资产的高股息股票 其次是成长型资产 继续布局在收回于人口老化、数码化、可持续投资的趋势上 并从中驾驭这瞬息万变的市场浪潮 第四季的投资总监洞察里 我们也向您推荐以黄金来优化投资组合弹性 再配上高股息回报的欧洲大型石油企业和银行额外一级资本 今天就前来说取一本我们的投资总监洞察 我在此祝大家有一个成果丰硕的投资季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